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桑普論證這個節目 又到8月17日 大家看桑普 心情自然好 希望大家多點看桑普論證 comment with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 以及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繼續講習豬頭 習豬頭究竟去哪裏 三個大志 北大河 現在是不是死了去呢 不是死了去 上一次很多人看過的片段都講過 為什麼不是的原因 所以大家也無謂再誤傳他 謠傳他病重 被黨內勢力控制 張若合起義 丁薛祥組黨總書記 這樣都講得出來 這些說法完全是不著邊際 上海書店最近繼續買雜豬頭的書 接著有很多的蛛絲馬跡 包括求是網 連發兩天的宣告 習近平回歸 更加有署名 習近平的親筆文章 揭示三中全會 決定的出台過程 還有提及決定 是曾經獲得 中共黨內老同志的肯定 這些才是重點來的 今時今日 我不是說我不會認為 我自己是什麼中共的專家 專家有很多個 但不要做一些不斷犯同樣錯誤的事 人可以犯錯 但如果不斷犯同類的錯誤 是很離譜的 你會看到海外 有很多的評論人 無論是從香港出來的 或是從中國出去的 他們不斷地 習近平死了 習近平玩完了 這些這樣的做法 你會使到 你的公信力在哪裡 你錯一次不要緊 每隔幾個月 你都犯類似的錯誤 顯然不是錯誤那麼簡單 而是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們看東西是有標準的 當年毛澤東死 鄧思平怎麼死 江澤民怎麼死 胡錦濤怎麼死 前前後怎麼傳他的異議出來 你自己看一看有關的新聞 你問到那股材是不同的 當你看到整個京城 都沒有很多的密探片報 很多封鎖消息 沒有海外的媒體 或者海外的聲音 將他爆出來 而更緊要的地方就是 你會看到全面 繼續對於原有的歌功仲德 沒有一種 將要有變遷的感覺 這樣就完全不會成為事實 我們看下官的事實 就很清楚 希望大家都不會受這些謠言 所鼓劃 我專門講一點 就是求是網 在這個禮拜四十五號 三分鐘內連發兩篇文章 第一篇不講了 第一篇不是習豬頭的文章 不過習豬頭的文章也不是他寫的了 第一篇就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開闢中國式現代化的文章 今天繼續盛讚集豬頭 又提出2029年 中共建設八十週年時 完成了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改革任務 另外就是2035年的時候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很多人就說2029年2013年很重要的 他做過什麼KPI 什麼指標 他說達到就達到 他說達不到就達不到 通常他都說達到的 而問題就在於 這些東西是不是代表著習近平 千秋萬世呢 當然是 你沒有聽過高志凱 鄧小平的前翻譯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副主任 高志凱和半島電視台的對談 他就說 習豬頭絕對不是要永續的 他有任期的 但問題是說 他不會永遠的 誰知道 你說嗎 你憑什麼說 做到他死就可以了 是吧 是人都知道要任期 做到他馬上封死就可以了 所以我說 習近平呢 讓子彈飛 讓豬頭飛 讓豬頭繼續永續下去 看看中共會走到什麼局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看法 好了 2019 2035 重要嗎 如果他長命 百歲的話 一路做下去就可以 踩行友做下去就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說 不需要想那麼多 上帝自然會有決定 第二篇文章 有一句話 一定要和大家說一下 《球視網》的第二篇文章 是署名習近平 是對於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 如何出台的說明 這個頗有頗內人尋味 是下面這句話 202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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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稿 即當時還沒有三中全會 決定的草稿 下發黨內一定犯為徵求黨內老同志意見 專門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及無黨派人士 代表意見 後面那些當然是花瓶 聽取相關企業和專家學取的意見 從回饋情況來看 大家一致認為 決定 即是剛剛三中全會的決定 這個稿 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記住重點是一致認為 會言之 下發黨內一定範圍 徵求黨內老同志意見 黨內老同志基本上都是決定是yes的 但它是一個取巧的地方 很少人分析得到 下發黨內一定範圍 徵求黨內老同志意見 那你一定犯法不舉什麼呢 是否只包括了這個 譬如說宋平、李鵬 卻不包括胡錦濤 卻不包括曾慶紅 就不得而知了 有沒有問我 總之就是說 他說一致通過 總之呢 反對的 前途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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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有錢說你八卦 沒有了 通過 這個就是共產黨 所以今時今日 是否有人反對不得而知 但我可以這樣說 即使我自己的文字 所謂的取巧 什麼叫下發黨內一定範圍 如果你今天你說 下發給黨內老同志 徵求黨內老同志意見 就是全清性的 黨內一定範圍 分清了 然後徵求黨內老同志意見 就變成不倫不類 就是啟人而鬥了 所以這句話可以這樣分析 不能下定論的 我今天我也不會說 是否黨內老同志 對於他的情況 有不同的意見 但我對共產黨的了解就是 即使是有不同意見 不會罵到要推翻他 兩個原因 習近平存在 對於他們來說是好事 不是壞事 權力 那些所謂的利益 是靠習近平的分裝的 你將這個打敗之後 這幫老賊怎樣 第二 這幫老賊 都形成了新的勢力 包括軍權 包括文宣 包括了組織能力 可以打敗習近平 那大家黑社會同氣 即是你今天 任特華多厲害都好 OK 有個人在後面撐住你 你以為是 那幫老叔父嗎 未必是 第一集可能是 第二集 是共產黨的 你知道 帶你去深圳 在山上 即是你看黑社會 這套電影的第二集 都知道什麼 即是他有牽線的人 有一個人操控著他 你知道道奇峰拍這套東西的時候 當時是江湖年代 胡錦濤後面的是什麼 是不是 在說董建華後見什麼 梁振英後見什麼 是在說這件事 而不是說習近平 到了習近平這個年代 你這幫老叔父 你還想著 可以吃豬骨煲 在那燉你冬菇嗎 當然不行了 習近平 已經不是任達華的位 更加不是古天樂的位 習近平本身 已經成為一座皇帝 在普京 在毛澤東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幫所謂的黨內元老 都沒有制衡能力的 即是大家不要再用以前 六四之後那種分析框架 六四之前的分析框架 去分析現在的中共時政 是如不可及的 即是你繼續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很多人 去存活這種方式 不是 所以我就說 第一 習近平沒有死 第二 得署人都說一句 習近平 是沒有所謂大權旁落 也沒有所謂權威被削弱 他的含責量減少 不代表他的權威已被削弱 因為 隱蛇出動 推卸責任 我上次說 是雙重原因 其他事情都是放另一邊 看中國的政治 要看得深入 那你說是否死定 往往就是 過硬就會變軟 過軟就會變硬 你不要以為去到最極之 就是 我們沒有彎轉 時間會說明一切 現在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共產黨 習近平有多硬 而中國人幾乎不堪 多少人下季 去希望欠他錢的人還錢 整幫人在馬路邊下季 去求饒 去求人家還錢給自己 這種情況 如果見到台灣人 香港人 小粉紅 一人衝到那些 巴黎長榮酒店 桂冠酒店 台北都有 但在巴黎有 或者瑞士有 這個長榮桂冠酒店 衝進去 你們為何不掛五星紅旗 你們不是中國人 你們不是中國人 他們專門做些什麼 霸凌你 是不是 討論全紅線 希望大家一起說 他回去站江老家 這個人是不是低B的 不是低B的 你不要亂說 他們兩個是吵架 炒熱的話題 中國人是專門做些什麼 無關痛恙 而且沒有意義的爭拗 真正的地方 就是看到他對外就凶狠 對內就凶什麼 對外凶狠 對內凶什麼 就像某個人的名字一樣 大家知道 這樣的情況下 非常令人 差異 不是差異 非常令人發燒 就是你見高就敗 見低就踩 見人家有權勢的 就頂禮無敗 見人家 就是家道中落的 就是在那裡捏人口水 這種這樣的民族 去到哪個地方都是垃圾來的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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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睡坑 你去睡坑的地方 你既希望於他 民主 民主 很多人試圖用這個方式 希望他 善意是很好 我不會說這些人是客森 這些人很有善意 但你找錯方法 即是等於 你今天要對一隻獅子老虎 你教他 用刀叉吃肉 用筷子夾飯 或者用手去拿咖喱吃 請問獅子老虎怎麼學呢 獅子可以用手拿咖喱吃 我想試試看 我想看 他們本身不是那種東西 他們說 你血緣主義不是 你不需要他 訓練到他 他就可以做得到 你是不是訓練到他 但他不是訓練到這種東西 那你沒有那麼慘 沒有那麼獅子的 原始人 北京原人 訓練到 訓練到的 我不會說 不訓練到 即是我想上帝做人 某個地方都 implant了一個 possibility 在大家的腦海中 沒有人會說 你一定不行 你比獅子會好些 那些人 好了 你可否訓練一個 山頂洞人 去用刀叉 去吃牛扒呢 這個當然要很長的時間 你訓練到一件事 他就開始跟你發狼禮 就是跟你說 你西方有什麼好呢 最好就是我這些 你看看 我們吃飯的 不吃牛扒的 如無飲血 鋸鋸鋸鋸鋸 你看看 筷子 不會搞爛肌肉的肌理 你看看西方 鋸 切 禽獸來的 還要跟你示威 這個就是 中國人的本色本質 他自己以為自己很厲害 自己是全世界的燈塔 中字 中字 那些氣都會出來 所以這些情況就會出現 如果這個情況不變 任何的民主自由法治 都不需要說下去 因為他根本不是那種 breed 即不是那種種 你可以說什麼 是吧 所以這個是新聞 另外更加多的龐徵 證實習近平生歐歐的 說過就是 非制的總統 已經來到中國 將會跟習近平接見 他會等到二十幾號的 OK 另外你會看到 習近平也都有這個 記掛著關切的事 寫一封回信 要研究回信精神 一封信背后的牵挂 在第二个全国生态下来的时候 习猪头就向湖北 实验丹江口户区的 环保志愿者回信 对他们亲切勉励 并向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者 志愿者承知问候 那这些所谓的问候 是对什么人呢 他没有说名的 总之是环保志愿者 那这些什么人呢 完全不知道 他说你们好 来信收到了 得知十年来 越来越多富区群众 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用心用情守护一 一副碧水 碧水不是说碧 是碧水 富区水更清了 山更绿了 环境更美了 我很因为 猪头更大了 南水北调工程 事关战略全局 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 你的南水北调工程 就最不环保了 说来也多余了 那你那个长江山坡工程 是多么环保啊 保护好水原生地的生态环境 确保一黄清水 永续北上 需要人人 监责狗狗围攻 希望你们继续弘扬 志愿服务精神 带动更多人 自觉守水 护水 折水 攜手打造 青山常在 鹿水长流 空气常身的美丽中国 为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 共演力量 这些就是8月13号 习猪头水 那你说 哎不是 没有签过签名而已 那你继续这样说吧 出来的那些全部都是假人来的 你永远是 selffulfilling的东西而已 这些totology来的 对不对 就是我会觉得 不要再想这个人是死了的了 他已经说了这些东西 他说这些东西 当然是好笑的 所有共产党是 中国共产党 是对这片土地 历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者 环境恐怖主义者 我不是环保左膠 我都告诉你 全世界最大破坏环境 就是中国共产党 无论你在交铁也好 还是三峡水库也好 全部都是破坏环境的 不见了Greta 绿色和平 那些什么 环保主义的交铁 左膠 一起注重中共 不会这么做的 最坏的都是美国 就是这样 一天都是这么说 洗垃圾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环保那些分子 我绝对没有兴趣谈谈 没有兴趣 去跟他们辩驳这些东西 没有必要 而更加重要的是 习主头 没死 继续大放缺钱 另一个证据就是说 8月15号 中国外交部 就是两天之前 已经证实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越共新任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苏林 就是TOLAM TOLAM TOLAM 将会在8月18号 至到20号 去到中国做国事访问 这个也是他成为了 8月初 刚刚这个月初 被任命为越共新任总书记 因为阮父还死了 那越到他 他是公安部队出身 他是李家超 越南版的李家超 但他要平衡美中关系 于是他要搞一个捉止外交 就是我会讲到 那么这个 他会见的人是什么呢 已经讲到清楚 外交部发言 已经讲到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 和苏林总书记 国家主席会谈 就是 习苏会谈 李强总理 赵乐际委员长 黄沪宁正义委员主席 分别会跟他见面 就是基本上 Top4 of那个Polite Bureau 就是这个政治屋常委 第1,2,3,4名 都会跟他见面 那么他在8月18号 就是在明天 礼拜日 抵达中国 之后两天 见了这帮人 所以 你看到这个片的时候 可能已经去到8月18号 你就可以验证到 我现在8月17号做的 是不是对的 习诸头会出现的 然后整帮人就说 有一帮海外民文人士 KLU就说 那个是假人来的 这些我先告诉你 我事先拆穿那个人的方言 OK 不要传承这些假新闻 这些就是假新闻 它是生病的 你说它健康状况会不会差了 当然是差了 人老的一定会差了 难道越老的 去到90岁的 都会像以前那样生病吗 你都聪明的 好像Trump那样 它的dissipation会慢 OK 但会不会dissipate 当然会dissipate 那你不是因为这样 我不投票给他 不会今天这样的 因为有些人是evil的 有些人是根本上stupid的 有些人不是evil 不是stupid 被人抹黑成为evil 和stupid的话 那我觉得不必要 那对Trump的话 我会投票给他 我会support他 我没有票投给他 不好意思 但我会support他 但问题就是今天 你看回 这个杂猪头 他真的不行 走路的稳健程度不行 扶着下梯 去年的时候 后面的门一闪 他转过头的神情 就是越来越像拜登化 当然他没有拜登那么严重 未到 但是他真的有dissipation的迹象 所以就说 让猪头飞一会 不要经常要就他死 他不死 才搞垮中共 中共要他继续 要愚蠢蠢的主政下去 这样才好玩的嘛 而且香港人都没prepare好 你想一想 香港人prepare好吗 海外的香港人 在香港香港人prepare好吗 所以我们趁这个关键的 好几年时间 做好应该做个工作好不好 这个应该要做个事 外交部发言人说 苏林总书记就任之后 将会是 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 这个大家明白 大家清楚呢 就是在之前 苏林上任之前的院副重 已经定调了 中越关系 就是所谓的 这个竹子外交 Bamboo 一条竹子 竹子外交 就叫有理有折 基本上要有原则 越南也都先 刚刚跟菲律宾聊天 对于南海的问题 基本上大家带着某些共识 基本上一起扩纵的 而且越南也都要跟美国建立了这个月美之间 或者叫美月之间的这个伙伴关系 这一点大家清楚 那你说苏林是不是支持 是 那你说这件事 北京知不知道 知道 但他都要拉拢的 等于 他都知道 很多国家 包括印度 两面都要套凳 但他都要拉拢 越是变成了快乐第三人 这些人的地位 要得到大家的垂青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在整个中南半岛 Laos和Cambordia 是极度危险的 因为他们全部是亲中的 这个 米亚马 就比较复杂 因为有 现在有政府军 和反共军之间的对立 两个 都基本上 现在在打仗 两个都和中共有一手的 泰国最近有新的政局发展 他讯被特赦 他讯的妻女 就做了总理 你看到他好像和泰皇冰式前言 谈谈 原先的赛塔 就是因为 献证问题 就是他任命那些官员 基本上是有问题 就是违反法律 于是被革职 不得上诉 结果就是 被他讯的妻女 做了总理 所以世事预期 各局新的 什么红三军 黄三军 去到最后 都是 抓权的人 泰皇 他讯 最后去回 抢回现在有的地位 现在这样的地方 他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呢 现在就看下去了 我看都不会说 疏远得太多了 阿拉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密切 但是当然他忌惮程度也很大的 他要终止了中国的 大白杖的一带一路工程 起码会比柬埔寨 和Laos那些好 新加坡就比较美中之间套等了 他就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基本上这个这么小的地方 他真的要和北京叩头都很容易 反而我觉得越南 可能是这么多的地方来说 他会比较是棋硬 和中国会有计谈的 会有计谈 但是基本上完全不信任 甚至要敌对状态的人 我想这个就很诡异的 诡异的一个中南半岛的政服 OK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猪头是会见他们的 This is the point 他会见他们 然后跟他们签一堆东西 OK 来达成他的目的 所以习猪头会出回来的 千万不要以为他走了去 闪了去 就不见人的 是不会的 我先说明这个很清楚 是不会不见人的 最后来说一宗新闻就是什么呢 伊世丹的新闻 大家今天就很留意这宗新闻 简单说一下 日本东京呢 其实我是很喜欢去银座的 最初去东京呢 就去新宿比较多 新宿 后来我就觉得 新宿太逼 人太多 还有呢 太多的中国人游进去 我不喜欢 后来我就会觉得 我通常去东京的话呢 我会留在 比如说银座新桥一达 好了 那边呢 银座一边的白货公司 我觉得走起来舒服很多的 但怎样都会呢 人逼 而且最大的一家 人逼人的 就是这一家新宿的伊世丹白货 很出名的 他的新宿没理由不知道 这一家伊世丹白货 的 那么他间日爆发争议 因为伊世丹白货的老板呢 就在楼梯间 张贴公告 就是用简体中文 卸住 只是简体中文 请不要坐在楼梯上 并且请勿在此饮食 请不要坐在楼梯上 请注意 请不要坐在楼梯上 而且请勿在此饮食 好像那些 那些公干说的 那些 好像高文慧说的 中国网友看到之后 就是露光这个歧视 歧视 你只得中文 批评日本人 不尊重中国文化 业者已经撤除告示 因为只用中文 明显违反公司规定 我讲完我先评论 根据富士新闻FNN的报道 百货公司楼梯家出现的 告示广告 就是刚刚讲的那句话 那接着就是 提醒顾客注意行为 不要造成他人困扰 却只有简体中文 被人说是歧视中国人 有中国游客受访说 这个令人很不开心 我觉得他们认为中国人是没有规矩 他们应该也都用其他语言告示才论 我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歧视 在中国我很少看到这样的人 有人在楼梯上吃饭的 3月伊世丹控股公司相关人士受访回应 公告只用中文标记违反公司规定 了解之后公司已经立即撤除了 天文曝光之后 日本网友纷纷力挺百货业者的做法 我就看过很多中国人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是日本 所以请出尊重日本文化 不要找愚蠢的藉口 中国人不了解我们的文化 应该改成 请不要随地 乱尿尿 只有中文就辱华了 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来 可以回到你们的国家 要对啊 你不要粗暴干涉人家的内政 这个最基本 这个随事随碑很清楚 我只是说一点 第一 这个没有涉及歧视呢 没有 为什么 他根本上整个 专贴军说 他不会说 中国人请你不要在楼梯上小便 其他人不用注意 不会这样啊 他只是用中文这样写而已 那么中文啊 那么根据这个中华文化 那么优厚的传统 搞到日本人懂得看 红素绿眼的那些识体 那么就是国际语言啊 那你用英文识 我用英文识 是不是在侮辱英文呢 英国人啊 美国人啊 纽西兰啊 加拿大啊 澳洲人不是啊 我不是这些人 我都懂得看啊 你法国人 基本上识体 扮不识体 就是识体的嘛 德国人很识体嘛 丹麦人识体嘛 马拉人识体嘛 新加坡人识体嘛 有什么问题 国际语言 今时今日呢 中文呢 今时不同往日 是国际语言来的嘛 写国际语言 宣扬国威啊 有欲文明 刚刚调回来 是基本上 包扬中华文化 几千年那种呢 伟大的光辉灿烂 天黑暗色的成果嘛 你应该感到开心才行 对不对 你当人家不懂得看 个个日本网友都回应你的东西 怎么会不懂得看呢 你贴出来的中文识体 你骂日本人那些中文又识体 对不对 大家都识体 打和啦 对不对 第二件事 这个第一件事 就是等于你在赤格上 张国际说 请便后要冲厕所 只用中文写在日本的厕所里 曾经以前讲的 好吗 就是在日本厕所里写 请大小便之后呢 请冲厕所 还有不要阻塞厕所的 马通下面的通道 那就是写中文 不写日文英文 那你不告他 告他 是不是 人家在宣扬国威证明 写中文全世界人看到 写日文不是全世界人看到 写中文是全世界人看到 全世界人懂得中文的比例 应该多个日文吧 是不是 对不对 有道理 听我说 宣扬国威 你要去撤除它 你忧欲中国文化 才要被人打爆 是不是 打爆的 才要被人制裁 是不是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 你说单一语言不合 是当推慢无言之 不合 那怎么办呢 我思前上后 那就不如加些语言咯 那我又不会歧视的 那你说的那些请注意 请不要坐在楼梯上 并且请物再次饮食 就照写在这里 下面加英文 好吗 中文加日文都可以 三语都可以 我没所谓的 广东话不用 中文识体了 所以中文 英文 日文 那英文怎么写呢 请注意 就是 Qing ZH U Y I 请不要坐在楼梯上 并且请物再次饮食 那你写这些 拼音词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习近平现在流行 中国的道路的英文 火车站 比如北京站 就不是叫Peyking Station 就是Peyking站 比如你叫做长安大街 清文叫做 Chan An Boulevard 没有什么 叫做Chan An Da Jie 所以我们要紧跟中国的潮流 就要写 请注意 请不要坐在楼梯上 并且请物再次饮食 那就是对 Very good 如果你说 用广东话译出来都可以 都可以 译一次 没问题 那你说英文的话 日文怎么写 很简单 照写 Chan 就是 Chan 你自己这样的方式 大家就明白了 你要多种语文 我给你多种语文 是不是 我给你多种语文 你够胆就告 你哪里告 你去中国告 违反中国哪条法律 你整个域外执法 我怎么告 你在中国宣告 依世丹破产 罚他十万 十亿 百亿 千亿 你怎么执行 你怎么执行 然后你在日本告 第一天 把他逃跑 所以我就说 你怎么告 没有得域外执法 所以我们要玩 就玩大 日本人太仁慈 比我们这样玩 第三种玩法 就是西太后式玩法 什么西太后式玩法呢 没错了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我们不需要革命 我们找一些人 比如说 找一些我们 很多香港的手组 于是在日本 去伊西弹百货 那个地方 在街站 在外面 在地上 那谁在批评 在拍照 那些网红 追踪 那么多追踪 打卡 去长榮桂冠酒店 去的什么 日本伊世丹 行 你每打过 哪个角落 都会看到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台湾的独立的 瓊玉旗 雪山狮子旗 东突厥的独立旗士 南蒙古独立旗士 上海独立旗士 一照到 一拍到 他的微博 微信 立刻永久封号 你不是拍 Go Go 那你日本人 不要去 睡三招 OK 玩残器 你怎么都不够人玩 你怎么能够人玩 人家不费吹灰之力 他只鼓励一帮香港人 维吾尔人 台湾人 每个星期 七天 轮流 有香港 有台湾 有西藏 有新疆 有南蒙 有海外民运人士 还有那些什么 那些所谓的 法轮功 你喜不喜欢这套 法轮功 在那个地方 和街站旁边 有几面镜 看到有人在拍牌的照 就走过在那儿养包店 OK 所以呢 七天 分家 跟着这个 一元都不用出 一元都不用给 搞定 这个才是托 你要做个牌的话 我也要成本 跟内部开一大堆会 吸一大堆印 不要了 Go 简单 OK This is politics 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节 我们下一次再说其他议题